她是平空合同 平空就是一个女神医 湖南刘洋惊献女神医 她声称自己掌握了六脉神剑 能够隔空给人治病 被她治好的病人纷纷夸赞医术神奇 记着亲身体验这位破解真相 结果却让她直呼不可思议 女神医的背后究竟是江湖骗术还是真功夫 保持你的好奇心 接下来为大家揭秘湖南女神医之谜 穿过繁华的刘洋市吉里农贸市场 来到后面的居民楼 稍微一打听就能得知女神医的具体位置 只见门口的墙壁上挂着里面锦旗 各屋内的环境却让人意想不到 只有十几平米的小房子 里面的设施十分简陋 难以想象这是神医的诊所 如果不是墙壁上挂满了各地患者送来的锦旗 人们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 周边居民声称 经常有万省的患者不允万里开车来这里求医 由此可见求医之路 少不了一台质量可靠的好车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董车地了 现在只要打开董车地首页 即可查看排行榜 上面每个月都会更新汽车销量 还有降价榜单实时更新 董车地真实的销售数据 让车子好不好一目了然 让老百姓买车不再迷茫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女神医竟然只是一个看起来只有20岁出头的小姑娘 此时她正在给患者治病 面对众人的突然到访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为了保护患者的隐私 她立刻停止了治疗 得知众人此行的目的后 这才放下了警惕 女神医名叫韩燕 嫁住安徽 今年只有21岁 韩燕的家里世代行医 中医本领不分男女代代相传 韩燕从12岁起就跟着爷爷学习医术 她的天赋比家族里的兄弟姐妹都要好 学习进度非常快 可就算如此 韩燕依然苦学9年 这才小有所成 学成之后 韩燕并没有留在家里继承祖业 而是独自一人远离家乡 来到了湖南省刘阳市 在她看来 刘阳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她想在这里开启新的生活 为了维持生计 韩燕就租了一个小门面房 靠着祖传的医术行医治病 当今社会 身患疑难杂症的人非常多 有些病人经常全国各地到处跑 大大小小的医院去过无数家 花掉的钱更是难以计数 却依旧治跑自己的病 而韩燕的目标群体就是这类病人 可当患者看到韩燕的那一刻 却连连摇头不敢相信 因为在大多数人眼里 医术高超的神医 肯定是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 因为中医博大精深 需要大量时间去沉淀 年纪越大就代表医术越高 可韩燕只有21岁 脸上充满了痔嫩 这么一个小女娃真的能够治病吗 患者们心想来都来了 不如先试一下 结果这一事当场就被惊呆了 湖南流洋惊献女神医 她声称自己掌握了六脉神剑 能够隔空给人治病 被她治好的病人纷纷夸赞医术神奇 记者亲身体验这位破解真相 结果却让她直呼不可思议 女神医的背后究竟是江湖骗术还是真功夫 患者将病情告诉给韩燕之后 只见韩燕双指并拢 隔空对着患者一顿比划 患者只感觉浑身酥麻 没过一会儿韩燕竟然表示 你的病已经治好了 回家之后好好静养就能彻底恢复 患者感觉她在开玩笑 可活动一下手指后 竟然发现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患者复完前半信半疑的回了家 之后前往医院进行检查 结果却让她大感意外 困扰自己多年的关节疼痛 竟然神奇般的痊愈了 患者对韩燕千谢万谢 甚至送了一面锦旗 而韩燕的名气从此彻底大响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纷纷登门拜访 这些疑难杂症 到了韩燕这里全都能够药道病除 而韩燕表示 通过气功给人治病的情况 其实并不常见 因为绝大多数患者的病情 是用针灸加上中药就能治疗 除非患者特别要求 或者病症非常顽固的情况下 自己才会使用祖传的气功疗法 记者听到这里更加好奇了 难道世上真的存在六脉神剑吗 可这不是金庸笔下的武林绝学吗 面对记者的提问 韩燕表示自己确实能够做到隔空治疗 虽然看起来和六脉神剑非常相似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气功点学疗法 可这一切毕竟只是他单方面的说辞 加好屋里有一名患者 为了亲眼见证传说中的治疗手段 记者想请韩燕当场示范一下 没想到韩燕声称自己累了 今天不方便展示 此举不禁让人怀疑 韩燕到底有没有真本事 又或者说 他就是一个彻途彻尾的江湖骗子吗 可韩燕在这里行医将近一年 如果他到处招摇撞骗的话 早就被人拆穿了 可眼下人家不想展示 众人拿他好办法 就在记者以为今天要无功而返的时候 随行而来的摄影师出门时不小心扭了一下脚踝 紧接着找到韩燕帮自己治疗 并且要求使用传说中的点穴疗法 韩燕本着行医救人的原则 只好答应了下来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超出了所有人的认知 湖南流洋惊献女神医 他声称自己掌握了六脉神剑 能够隔空给人治病 记者亲身体验之为破解真相 结果却让他直呼不可思议 记者通过隐藏摄像机 拍下了韩燕施展气功点穴的全过程 记者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受伤的脚踝部位 有一股酥酥麻麻的感觉 仿佛触电一样 最让他感到惊奇的是 韩燕的手指全程没有触碰到他的身体 这怎么可能 记者感觉自己在做梦 可脚踝触电的感觉正在提醒他 这一切都是真的 韩燕治疗结束之后 记者下地走了几步 发现脚踝竟然不疼了 这简直太神奇了 可见多识广的记者 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难道传说中的气功点穴 就是电疗吗 其实在山东德州 就出现过一个用电奇人 他不仅能够直接接触220伏特的电流 还能控制这些电流 给疾病缠身的患者进行电疗治病 只见他把正负两级 分别放在自己和患者手里 然后伸出右手 按住患者的印糖穴 可当强力电流通过他们的身体时 两人却没有任何反应 要知道这些家用电 可以轻轻松松放倒一头牛 可到了男子这里 怎么就没有用了呢 不但如此 他还把电瓶的正级放在桌子上 右手拿着副级 下一秒手中的灯泡竟然亮了起来 他还能够调整电瓶的电压 控制灯泡的亮度 好家伙 不知道他还以为这位大哥是雷神转世呢 专家通过不屑调查 终于得知了真相 原来当电流通过人体的时间 小于一秒钟时 1到5毫安的电流 对人体构不成任何伤害 这位用电奇人 其实就是通过特殊方法 将220伏特的电压控制在了0.4到3毫安之间 这种电流顶多会造成疏疏麻麻的感觉 那么问题来了 被称为女神医的韩燕 是否也是利用了高压低电的原理呢 可当记者检查韩燕随身携带的东西后 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也就是说 他不可能使用电疗法给人治病 难道这一切真的是气功点学吗 对于此事中南大学乡亚三医院的中医科主任表示 华佗和扁鹊其实都是气功大师 他们可以通过气功感知人体经络的运转 湖南省武士队的教练也练习了多年气功 这声称气功确实存在 不但能够强身健体 还可以用来治病救人 由此可见韩燕确实有真功夫 可当他的世界被曝光之后 由于没有行医资质 这间小医馆被有关部门勒令关停了 韩燕迫不得已 只能回到安徽老家 那么大家对这件事有哪些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精彩继续